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学莲说,我就是学莲 今天呢,我终于要回答大家最常问我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如何学习中文 我在哪里学过中文 我的学习中文背景到底是什么 所以今天的影片呢,我觉得应该80%、90%我要说中文啊 但是没有关系,如果你不会说中文的话呢 我会加英文字幕给大家看 或是如果我说一些英文词呢 我也会把中文字幕放在下面 所以不管你是英文母语者或是中文母语者 你们都还能够享受今天的影片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啦 首先呢,我要跟你们解释一下我的学习中文背景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我觉得我应该是8岁的时候开始学中文 对,那时候我是高中生 然后呢,我是高中生的时候我们有三个选择 就是学外语,有三个选择 所以第一就是西班牙语 当然了,就好像每一个美国人都学的是西班牙语,对吧 所以我们有西班牙语,法语跟中文 一开始呢,我学的是西班牙语,对 但是,哎呦,我可以给你们说 我对西班牙语完全没有兴趣 我一点都不喜欢 我觉得呢,就是因为可能 他们的,就西班牙语的语法有点太难学嘛 所以我就没有兴趣啊 所以那时候我学西班牙语的时候,我记得我的成绩非常非常不好 然后有一天我的老师跟我说,哎,雪莲,如果你不小心的话呢 你快要fail,你快要flunk这堂课 是,所以那时候我就非常紧张了 我对,我就,我一直想一直想 我要做什么才对 我,如果我fail的话呢,怎么办呢 所以那时候我决定 可能学习中文是个比较好的选择 然后呢,我跟我妈妈说 哎,妈妈,现在呢,我快要fail西班牙语课 所以我要学习中文啊 然后我妈妈跟我说 你疯了吗?中文就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嘛 你在想什么? 但是,好像我没有变得选择了 没有办法啊 所以我只好,我只好上中文课是吗 所以我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呢 我一开始上中文课的时候 我就马上爱上了中文 真的很奇怪,莫名其妙 就是因为好像学习中文啊 跟学习西班牙语 就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对我来说是完全相反的感觉 其实我可以跟你们说 我学中文的时候 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写字 我非常非常喜欢汉字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那就是因为呢 我其实是个非常害羞的人啊 可能你看我视频 猜不到我是害羞的人 但是我其实是个非常害羞 非常内向的人啊 所以可能我觉得 如果我一个人窝在我的家里写字 其实那个感觉非常好 那个感觉非常舒服 所以我是高中生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那时候我算是一个书袋子 喝咖啡的感觉真好 然后呢我高中毕业之后 我决定去台湾继续学习中文 所以可能你们要知道 为什么我决定去台湾呢 那时候我的老师 我的中文老师 我第一个中文老师是来自台湾 所以当然他推荐我去台湾 对吧 所以我在台湾的时候 我学的是凡题字 并不是减题字 所以如果现在你们才决定啊 我要去台湾 或是我要去中国大陆 学习中文呢 各有离弊嘛 我可以这样说各有离弊 我觉得如果你要学凡题字的话呢 当然去台湾比较好一点 但是如果你要学减题字的话呢 中国大陆比较好 是吧 我觉得呢 如果你要知道我的opinion 我的意见的话呢 我可以给你们说 我觉得 如果你只要学一个的话呢 我觉得减题字比较好一点 对 就是因为呢 比较比较比较好用 比较实用 在中国大陆 每一个人都会用减题字 不是凡题字 对吧 所以现在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学习外语的时候 我学习中文的时候 我最喜欢的学习方式 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说中文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 但是我真的觉得呢 看情况 我觉得呢 真的在于你在看什么 比方说呢 如果你在看中文的语法 中文的文法 其实他们的语法是非常简单的 我觉得他们的语法 比英文还简单很多 真的 中文最难的部分 就是他们的词汇 跟他们的成语 跟他们的字 这三个部分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学 我觉得特别是 如果你是西方人的话呢 我觉得 我们会觉得特别难 对吧 特别是 比方说如果是汉字的话呢 我们会觉得这个部分是最难的 就是因为呢 我们没有什么参考点 we don't have any reference points right 所以如果你是日本人的话呢 你们已经认识了很多字 对吧 但是我们西方人呢 我们完全没有 context 对吧 我们就完全没有 没有这个语言情境 所以我们开始学这个部分的时候 会觉得非常非常难 其实我也觉得我们学什么 我们学圣词的时候 我们也会觉得这个部分非常非常难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呢 比方说法语或是西班牙语 这两个语言是来自拉丁文 对吧 然后英文也有很多拉丁文在里面 是吧 所以比方说 如果我们随便说出一个西班牙词 presidente right presidente 我一听就可以猜到 presidente是president 他们听起来非常非常像 但是如果是总统 那就是中文的president 对吧 总统 所以有什么 有president presidente 总统 完全不像 对吧 所以重点就是 你要重视词汇 重视韩字 不要重视语法 不要重视文法 所以呢 我最喜欢的method 我学习中文的时候呢 我最喜欢的method就是 就是看词汇表 词汇表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 我记得我一开始学中文的时候 可能一天 应该是一天学二十个词 或是三十个词 然后第二天学二十个词 三十个词 然后呢就是这样继续下去 你要把很多次背起来 对我来说 这真的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也觉得除了把很多次背起来的话呢 一个非常好学习外语的方式是 看电影 看电视 不管你要学什么语言 不管是英文 不管是中文 不管是什么语言 一定要看电影 一定要看电视 就是因为呢 你们先想想 小baby怎么学会一个语言呢 他们没有课本什么的 对吧 他们就是一直听 一直听 一直听别人说话 是吧 所以其实我们adults跟小baby 其实完全一样 所以一定要看电视 一定要看电影 一定要把很多词汇背起来 对我来说 这两个方式是最重要的 除了这两个方式之外呢 I don't know I really think those are the two things that have served me the best in my language learning journey and then of course it's also really important to talk to people in that target language right 我知道呢 我知道可能你怕别人会笑你什么的 我完全明白这个感觉 但是你要 你要克服这个感觉 不好意思 我知道了 那真的非常不舒服 但是没有别的方式 其实 现在呢 我其实已经有一点怕 可能这个影片太长了 不好意思 我只要很快跟你们解释 我的情况是什么 我的学中文的情况是什么 但是如果你们还有问题的话 或是你要我说更 更in-depth一点 当然我可以就留言让我知道好吗 而且如果你们有什么意见的话呢 或是如果你们要 要我拍一个特别的影片给你们看呢 你们随时都可以让我知道 你们就可以留言让我知道好吗 所以我觉得对 今天到这儿了 我是雪莲 你们已经知道 我爱你们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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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